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 在车辆前侧两端 有这样爪状的装置 我们称之为扫雷梨 它可以使在一定土层深度埋涉的地雷 使之翻滚玻璃出来 并清扫至前进道路两侧 在车顶的前半部分 有一座堵绝墙爆破器 它发射的轻障火箭可以摧毁敌方 兼顾障碍物 这个扬起的发射装置 就是视频中绳索的发射位置 利用爆炸效果排除雷场中的地雷 是一种在雷场之中迅速开辟安全通道的高效率扫排雷武器 我们可以看到 在车辆的尾部配备了通路标识器 当扫雷结束后 它可以自动为后续登陆部队标识通路 这款新型多用轻障综合车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具备两栖能力 在抢滩登陆作战过程中 它可以直接从海上冲到陆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